今天是2020年的3月20日 那么上次我们分析的美股崩盘的原因之一是美股本身的泡沫 那么今天想分享一下第二个原因 那么就是特朗普 那么特朗普上台之后一直想减免遗产税 但是由于有债务上限的制约 那么减掉的遗产税必须通过其他方式增收来抵消 所以特朗普就找到了一个可能会支持他的鲍威尔作为美联储主席 盘算着通过美联储这样一个降息来弥补减遗产税这样一个亏空 但是没想到鲍威尔不但没有降息反而加息了 这就使得特朗普不得不启动了这样一个贸易战 那么向全世界人民拿钱 美国的精英阶层是不愿意看到特朗普到处咬人的 也就妥协了 那么提高了债务上限之后呢 这样贸易战就缓和了 特朗普可以到债券市场发更多的国债借钱了 那么市场的钱都被特朗普借走了 靠着发债还旧债 抬高股价的大公司要么就是借不到钱 要么借钱了成本更贵了 一旦借不到期 美国公司这种资金盘游戏玩不下去了 美股就要崩盘了 但疫情的推述下应该是提前崩盘了 虽然美联储现在疯狂降息 但也只是起到了一个缓冲的作用 可能无法阻止美股崩盘这样一个事实 我是阿萨 想看最新最及时的金融分析 关注我 感谢观看